你俩长快点 去看看外面安不安全 你去你去 我才不去了 别啰嗦 就你去 好好好 大哥 我这就出去看看 还好我离大哥远 不然就我去了 大哥 外面可太安全了 阳光也好 你们快出来看看啊 这是大蒜的幼苗蒜苗耶 爬回去炒菜喽 幸好不是我先出去探路 不则我就没炒菜喽 小老丽 现在该你去看看 外面安不安全了 我马上出去 马上出去 大哥 外面很安全 好黑啊 我不是个玻璃罗 这蒜苗被塑料袋遮住了 不见光也不透气 长成算黄了耶 嘿呀 正好拔回去炒鸡蛋吃 嘿嘿 他俩替罪羊都被抓走了 现在外面应该安全了 我出去看看 嗯 安全的 没什么问题 长出蒜苗可真费劲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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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蒜长出来的花金蒜苗耶 嘿 真香 拔回去炒肉喽 这大蒜真好 长出来的蒜苗 蒜黄 蒜苔 蒜苔 更合计算能吃 都好吃 嘿 兄弟 你别把养分吸收完了 也分我一点 哦 哦 好的 你怎么把养分全给抢走了 我都快珍惜了 我吸收养分是为你好 多些叶子进行光合作用 能给你提供营养吗 可是还有二十天左右 我就要被采收了 就我这副小身板 谁还要我 你被他给忽悠了 想长个得这样 哎呦 呼吸畅快多了 别扯 没忽悠 我还要进行光合作用呢 你这些老黄叶 粘了吧唧的 能有什么光的作用 还想留着抢营养吗 这怎么是条死路 兄弟们 撤 养分真的都回来了 我要全吃掉 然后变得又大又壮 可恶 我跟你们说 现在的人都喜欢像我这样 瘦瘦高高的帅气欧巴 和你们两个肥宅放在一起 待会肯定是我最先被买走 你那是营养不良没熟 在座的各位 是谁一看就不甜 我不说 哎呀 大家都是一个货架上的凤梨 不要吵架嘛 谁扯我的头发 你们看 我说什么来着 哎呀 这凤梨怎么底下还有霉斑啊 看着有模有样的 居然是个黑心凤梨 年轻人不加无德 怎么还看人家的屁股啊 大黑痴的事儿 让人发现了吧 让你整天嘚瑟 这个看起来倒是还不错 体型粗壮颜色橙黄 一看就甜 但是过两天再吃 就熟得太过了 你想要过两天再吃 你选它呀 你看 那一身亮黄的小马甲 再拿回去放两天 包甜 对呀 差点忘了这一点 当天吃选橙色 放两天再吃选亮黄色 您是行家呀 凤梨选俺们这种矮胖的 就对了 抱紧哪个才是包粽子用的 当然是我啦 我自带猪箱 闻起了天神行脑 说一句天选粽业 不过分吗 我不服 我可比你坚韧多了 包出来的粽子 不容易破损 而且价格也便宜 我就不相信 他们会不选我 可是 我看你们长得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只能说 是没啥区别啊 什么叫没区别 它这么瘦重 包一个粽子 怕不是就要用好几片吧 闻着也没我香 做传统美食 怎么能贪便宜呢 身板小怎么了 我分布范围广啊 你在北方又没有地盘 知名度肯定不如我 谁说我不如你出名 就要知道 但凡提起粽叶 没有特质 那可都是在说我 那你说 我们谁更适合包粽子 要不 我们还是让大家先选吧 你们家的粽子 都是用哪种叶子包的 老兄 你给我留点蛋肥啊 我中长身体 营养不够 我会空心的 谁是你老兄 你空不空心 与我无关 你只配吃我剩下的 多给萝卜来点蛋肥 今年争取有个好收场 别走别走 你蛋肥放多了 磷甲肥又不够 这样我容易空心啊 别喊了 这人是个浓忙 这不够吃可杂症啊 你个吸血鬼 一直瞧我营养 我还怎么长大啊 丛林法则 优胜劣汰 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我不好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坏了 忘记补充磷甲肥 这萝卜都空心了 亏大了 只能拿去喂猪了 南瓜 西瓜 东瓜 怎么没有北瓜 谁说没有 我就是北瓜 你 我认识你 你不是南瓜吗 就是看起来 确实有点小 但是小孩子也不能撒谎冒充别人啊 我真的是北瓜 你也可以叫我 桃南瓜或者金瓜 只是长得和南瓜有点像 难道南瓜不就是北瓜吗 我们那里都这么叫啊 其实只有我才是正派北瓜 但我产量低 又没有西瓜的甜美 东瓜的清香 和南瓜的高产量 好多人都不认识我 哦 原来是没什么用啊 难怪不受欢迎 我只是产量低 所以没有被大面积种植而已 用处缩着呢 既可以生吃 又可以做凉拌菜和炒菜 味道清甜不说 还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呢 真的吗 那请问 在哪里可以买到你呢 我可不是这么轻易就能买到的 只有在自家房屋前小菜园里 才能看到我哦 爸爸 有臭皮虫 儿子 不怕 咱给他下油锅炸了吃 你真是太饿了 啥都吃啊 爸爸 他可臭了 能吃吗 当然能吃啊 先将他放在温水里浸泡一会儿 将他体内的尿液排出来 然后洗干净 焯水 给他高温杀毒 最后放锅里油炸 不行 我反对 太残忍了 臭皮虫味道香吗 儿啊 爆炒臭皮虫 香脆可口 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谁吃都赞不绝口啊 我妈不绝口 闭嘴啊 再吃我就要灭绝了 既然他这么美味 赶紧抓住他 你来呗 小样 别上他的道 他体内有臭线 放出的臭气熏到手上 一天都散不了 瞧我的 小臭皮虫 请下锅吧 不要啊 我一定会来复仇的 兄弟 你不是天天嚷着 要种山药不身体吗 还拿土来给我盖上吧 你咋知道我的秘密 不过我得先给你盖层彩条布 真是多余 没凶要内玩呀干啥呀 不是啊 以前中午 你都拼命地往地里端 我还得拼命把你挖起来 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 别提有多累了 有了这层布 你就可以横着掌 横着掌也行 我摸鸡鸡的 该涂吧 这么着急投胎呢 我还得给你剖玉米结杆 再盖上一层土 然后再铺一层草木灰 你才可以躺进去 这下我终于可以躺平了 这下我就等着收山药咯 哎呀呀 菜布条上猪山药 收起来太方便了 来年还这样猪 三二一 开吃 高分的食材 这猪肉没煮熟 你不怕长寄生虫啊 寄生虫 咱自己养的猪哪来的寄生虫 咱就想强口鲜嫩的 三二一 二一四二一 你直不上链肩呢 你这样 只会害了自己 哎呀 这生鱼虾都没事啊 这能有啥问题 新鲜的海鱼海虾 一是需要有多处理 二是它们体内寄生虫进入人体后 因为势力不压力 更多没法在人体生存 反观家养猪 神体里的韬虫 回蟲等寄生虫 可是富居民把猪作为中坚素 这些家养之肉里内脏中都有可能有虫满 所以煮熟了吃是最安全的 哎 吃口新鲜的 别管我 哎 你这韬虫都长两米多长了 平时吃了些啥呀 哎呀 以后猪肉一定煮熟吃 哎呀 好了好了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老弟 你就是喊破红楼也没用 估计它要把我们做成洞梨呢 洞梨灯就能成洞梨 这么简单 嗯 洞一会儿它就会把咱们拿出来了 动了五个小时了 帮硬 把你们拿出来解解洞 哎呀 这解终于洞完了 终于结束了 你俩解洞一晚上了 再动一次 慢着慢着 咋又给我们放进来了 大哥 你不是说动一会儿吗 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大哥 我终于重见光明 我一定要好好珍惜生活 好好做理 对 必要珍惜生命 啊 还来 我不行了 救命 大哥 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渣男体质 一会儿把我打入冷宫 一会儿又拿冷水给我解洞 对我忽冷忽热的 不是啊 这都来回折腾好几回了 大哥 你咋变得飞不垃圾的 也飞得像张飞一样啊 勇妈回了没事 有命就行 你们懂啥 要想得到完美动力 不来回解洞可不行 嘿嘿 耳兵说切片更浅 能讨女孩欢心 嘿嘿 把你们都切片 大哥 咱把韭菜割了这么多 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你就不懂了 韭菜们还得谢咱呢 谢谢哦 有数了 那我就再狠点 我谢你春秋 老弟 你是不是傻 你这挨着地面割 把韭菜根都给断了 下次咱吃啥 哎 明年这波韭菜再想长起来 难咯 割韭菜还这么讲究呢 那我咋割才对啊 割韭菜要注意流茶高度 一般流三到四厘米 以后还能长 这种躺平的也不能放过 扶起来割掉 大哥 我咋觉得你在骂人呀 哎呦 韭菜都是有自己的信仰的 只要给它留点念想 它就会努力长起来的 疼了 你干嘛 兄弟 韭菜刚割完 伤口还没愈合呢 不能马上浇水 啥 这也有讲究 当然了 要等它晾晒一下 割了人家 得给人家时间养养伤才对啊 养好了之后 咱再浇水施肥 让它慢慢吸收营养 咱下次才好再割 厉害啊大哥 这样割韭菜 根本吃不完 哈哈哈哈 你们这妥妥资本家的嘴脸啊 九生的命 好恐啊 咱们 ourselv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